隐隐墙台玛丽雅来袭 南东县列入警戒区 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于上午成立一级开设 县长林明珍主持灾害应变中心第一次防灾汇报 请各局处本县后备指挥部 中游、台电、水利署辖下各河川局 以及相关单位等做好防台戒备与部署 并落实原乡高风险区域民众撤离 仁爱、信义、竹山、陆谷等风景区 积极劝导游客预防性撤离 取身患者以及孕妇事先撤离 避免道路中断影响就疫 呼吁民众清理住家环境以及水沟 以免阻碍水流造成淹水等工作 晚上这个玛丽雅强台风 会对我们台湾本岛造成强烈的影响 所以希望我们南投县民大家 应该尽早做防台准备 这个文窗还有看板 还有可能会倒塌的 一些建筑物或是杂像工作物 大家都应该做事先的预防检查 像排水溝不通的 排水溝有堵塞的 希望我们进宿的来把它清除 如果需要县政府协助的话 就进宿给我们通报 我们会立刻派员去做适当的处理 强烈台风来袭的时候 尽量的避免外出 看我们气象的报告 到没有风雨的时候 再出去 再有事情才出去 我们对在这段时间 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 一定不要外出 南投县因为我们是一个观光首都 来到南投县游玩的游客 也是非常的踴躍 所以在这个台风即将来临的这段时刻 我们就透过我们观光处 警察局还有像公首 在比较危险的山区 像那个仁爱 还有我们一些这个如山 这方面的观光客 我们都尽量的欠导 赶快请他下山 不要堕留在山区 避免有危险性的发生 县长林明珍表示 玛丽亚台风已经达到强台规模 民众切勿调以清晰 要确实做好防台工作 村里长要检视辖内排水沟渠 如有阻塞影响水流情况 应该尽快通知公所幸运 商家也要再三确认招牌 帆布是否固定妥当 如有危险应该尽快修复固定 低瓦疫积水的地区 也要注意防范 严重积水区域 县府会事先安排抽水机 避免淹水发生 其余地区也会视情况 随时调度抽水机资源 大家一起努力防备 防止台风造成灾情 影响民众生活